中华民国少数族群权益促进协会 7月15号到19号 在仙河国小举办小记者培训营 希望借此让孩子们透过媒体 更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同时也在暑假拥有正当的休闲活动 在这个资讯媒体爆炸的时代 如何让孩子们从小就有正确的媒体试读能力呢 为了让学生透过媒体更加了解公共事务 进而关心自己的社区 中华民国少数族群权益促进协会 7月15号到19号 在仙河国小举办小记者培训营 邀请媒体人讲述基础的新闻采访写作技巧 认识新闻制作流程 还有认识网路媒体 网路霸凌 接入和辨别假新闻等等 在这边我们可以学到 对我们国内媒体的一些识别 还有真假新闻 以及网路诈骗 以及霸凌的一些证事之外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上课的方式 我们有一些参访的活动 让小朋友能够了解 我们国内的资讯媒体部分 以及识别的部分 能够有一些基本的认知 这次活动也吸引许多对于记者工作 充满好奇心的小朋友参加 几天课程下来 学员表示 学习到许多课本以外的知识 受益良多 我学到非常多就是有关记者这个工作 他的有一些需要就是要注意的事情 和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记者需要去注意的一个伦理道德 和我们所谓的就是他整个工作流程 以及他的就是工作的分组 以及他就是工作的内容 都有一个非常清楚 就是上课都有解说到 我本来就是有兴趣想要当小记者 然后我学到了很多 就算如何分辨真假媒体 真假新闻 然后遇到网络诈骗时 该如何预防网络诈骗 然后遇到网络霸凌时 该如何去求助等等 然后我也学到什么叫公共参与 为了增加活动的趣味性 主办单位还特别安排了趣味意志竞赛 像是这个棉花糖高塔游戏 就是利用意大利面结合建筑概念 比比看哪一组可以堆叠出最高的棉花糖塔 虽然看似简单 对于大家的团队合作精神是个大挑战 要让我们学习到就是这个团队合作很重要 就是你需要靠着团队合作 那大家都可以就是分享的想法 那可能在综合之下 那可以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就是一个方案这样子 要团队合作然后不能投机取巧 要把机首打稳 中华民国少数族群权益促进协会期盼 透过小记者培训营 可以让孩子们在暑假期间远离3C产品 拥有正当的休闲活动 继续生平正门期新店财报报导